南投普里上个月31号有嚣张的窃贼 在光天化日之下 趁着车主没锁车门 偷走了车里的包包 还躲到附近的医院停车场草丛当中 将有定位的手机给丢弃 拿走了价值3万元的平板 整个过程全被录了下来 另外桃园有民众报案说 电动机车的电池遭窃 整个坐垫被破坏了 警方也已经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 山窗黑衣男子鬼鬼祟祟在草丛中 把平板保护套用力拆掉后丢弃 怪异举动被路过民众路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他会随从 所以他就不要丢掉 时间到回31号事发当下 南投普里一名窃贼 光天化日下随机犯案 看见车主没锁车门 立刻上前查看 沿着车先巡视一圈 确认车内财务后 趁机进入驾驶座 拿走价值3万元平板电脑 随机闯红灯传越道路逃离现场 民众的随身包放在车内 因为车门没有上锁 遭到不明人士随机窃取 他的平板电脑还有手机 由于男子是徒步离开 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警方仍在追查中 而在桃园也出现嚣张窃贼 将被害人电动机车 坐垫挖出了一个大洞 偷走车内两颗电池 再将车随意丢弃在人行道上 被害人无奈表示 车子维修费至少数千元 电池假如是自己回损不见的话 要赔五万块 然后我要办停事 然后证明说我是被盗窃 我才不用赔那个钱 电动机车公司表示 车主报案后 失窃的电池序号会被记住 未来窃贼把电池插回去充电 将会被锁住拿不出来 因此窃贼偷电池的举动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记得南投桃园综合报道 都可以带来订阅 我 不会报道 拜拜 感谢观看